字幕倒閃 不好意思我麻煩 影片開始之前呢 big shout out to anonymous 感謝兩位老哥給我寄的這個水壺 特别帅,真的用心啦 不过不要误会我这里面不是咖啡 是罗汉果茶 好了大家,欢迎回来ROM的频道 今天短暂跟大家分享一个喜讯 可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 终于在我的频道内 有一双New Balance不是我自费淘钱购买的 就是这一双 Fenmental Cos New Balance三方念名的2002R 先说说它这个颜色吧 1到10分你们会给这个颜色 或者说这整个设计感这个造型打几分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我会给到它9分 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尤其是一些细节的部分 我们都会再讲到,先从鞋盒看起 如果你购买这双鞋 先把重要消息公布了吧 就是这双鞋的发售日期 它会在10月20号发售 但是在Cost會提前一天还是两天 有个VIP的发售活动 就是在深圳的Cost那间店铺 如果你们就近方便去到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我也不清楚具体有什么活动流程 但是听说到时候除了鞋子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定款周边一起发售 这个只能说是买到赚到啦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也尽量抽时间去一下 那首先还是看一下鞋盒 这次鞋盒是一个特别版的定制鞋盒 我觉得是很好看的 有Cost和Fetmental他们自己 独家的这种蓝色带一些 赤纸图案的效果 当然这些全都是印刷啦 然后特别的一点在哪呢 这个鞋盒的中间这一条是可以撕开 撕开底下还有一些别的内容 其实我是蛮舍不得撕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想看吧 我也其实挺好奇的 那我就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撕开 看看是怎么样好了 开始咯 哦 OK 4卡里面呢 是Cost他们当家独有的一个 荆棘藤蔓的图案 这个我也不会丢掉了 放进去 撕不撕这一条 决定权在你们自己 如果你们有幸买到的话 这双鞋据说限量数量非常少 好像只有一千双不到 买到的都是幸运儿 那么 这款鞋 我说它三方联名呢 它的合作的诚意是非常非常足的 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除了说这一款定制的 有点互动元素的鞋盒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海报 有着Nubalance Felimental和Cost 联名的品牌信息 还有鞋 TOKYO 深圳 这一种 不好意思我拿反了 对不起我拿反了 重新讲 有2002R 自己的一个鞋款的标志logo 和Nubalance的标志 以及中间两家店铺和品牌的标志 还有深圳和东京两个城市的名字 然后就是一些蓝染啊 赤子啊 或者是经济藤蔓的这些 图案印刷在上面 我觉得很漂亮 然后这个应该是半开的尺寸吧 我到时候会拿个亚克力板再夹起来 这个是买鞋子 就会有的 我跟他们有确认过 那除此之外 就是鞋盒里面的一些内容 除了鞋子本身之外呢 会有给多一副赤子的鞋带 长这个样子 很漂亮 当然这个鞋带 它本身不是蓝染的 它只是蓝色的带 然后用白色的线 穿赤子的图案上去 另外一款鞋带 就是鞋本身 鞋上的一个鞋带 不是说纯蓝的 它的鞋头位置有 Nubilance fundamental 品牌的名字印在上面 就是只有前端才有一点点 剩下的通体都是一个蓝色 然后就是鞋垫 我很多年没有试过鞋盒里面 会附账多一双鞋垫的 这鞋垫也是cost自己 他们这个当家的 荆棘藤蔓的图案 这是他们店铺的贴纸 这个贴纸没有附账 是我去他们店拿的 另外一副鞋垫 就是鞋子里面 本身会附带的赤子图案 当然里面的图案印刷都是一样的 都是Nubilance cost 和Felimental三个品牌的名字印在上面 然后两副鞋垫的材质也都是一样的 OK 那么终于看到鞋子本身了 关于2002R这一款鞋 我早在之前已经分享过了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的话 可以先去看一看 因为这一期我不会再从鞋子的性能 以及各种材质 或者鞋型方面去做过多的讲解了 我们单纯就看这一次联名的材质 以及颜色吧 首先圆祖灰 以及这一次的联名版 你们会喜欢哪一双呢 1 2 投个票看看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很激动的 因为CORTS算是我们本土店铺的一个 非常有实力 但又非常低调的这么一间店 尤其是在广东呢 其实这种等级的店铺真的不算特别多 那并且这一次它也跟Felimental有这样的合作 这么深度的这个定制呢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整体的颜色 整个鞋的颜色就是我们最长最长能看得到的 各种蓝染品牌蓝染单品的这种非常典型的很深的这种电蓝色 主要的材质呢就是皮革跟蓝染布去组成 皮革的质感有好几种 一种是这种比较粗纹度 纤维比较明显的这种粗的极皮 然后还有一种是鞋头这种比较细的 可以看到毛孔的这种非常细腻的反毛皮 有两种这种不同质感的皮革 但是它们质量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厚实 然后手感呢非常的丝滑 那种有点丝绒质感的皮 那么可以看到鞋头还有COSE自己的这个 经济藤蔓的刺绣图案在这里 鞋侧身到后跟的这根装饰线上面也有 然后跟普通版的差别呢 后跟的这个是一样的图案没有变 但是它整个是一个3M的效果反光的 我不知道画面上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不是特别的明显 然后跟圆连版不同的就是鞋舌上面的logo 不再是这一个New Wellness Running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低调的刺绣 当然我觉得跟这种鞋的气质还是蛮符合的 织物的部分就是蓝染布的部分也有好几个 首先比较明显的是后跟的 以及鞋舌的这个带刺织效果的蓝染布 然后就是鞋头前面前脸的位置 圆连版的鞋网面的位置用的是这一种 有点像剑道服的那些有颗粒感的这种蓝染布 还有一个比较低调的 但是我个人是最喜欢的一个材质 就是之前中间的部分是银色皮革 然后这双鞋在银色皮革的地方替换成了这一种 非常非常小的刺织布 但它的刺织不是用白色 而是也用铜色的线去制作的 很不起眼 但是这个质感我是最喜欢的 在整个鞋的所有材质里面 然后就是这个N字logo 中间的N字logo也是用跟前脸一样的材质去填充的 但是它周围除了刺绣之外 还做了一个蓝色的牙胶 可以说稍微提亮了一点 整个双鞋的这种视觉效果 因为远看这双鞋其实看不出来那么多材质的变化 我觉得可以说是好也可以说不好 好的一点就是那边他们调色的能力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制作鞋的时候所有的材料不同材料 都能把它颜色拿捏得十分的和谐 基本上远看就好像是同一个材质一样 但是还有一点不好就是 因为实在是太过于统一了 实在远看会有点闷 就乍一看上脚啊真的是不起眼 那所以呢这双鞋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是最好看的 我觉得不是它现在的样子最好看 而是当随着你的穿着 它像你养牛或者养一些蓝染单品一样 它会落色 落色之后这双鞋的效果绝对就是万种无一 特别的漂亮 我能想象到了已经 然后还有一点比较好的是 之前不是皮革的部分吗 刚刚说到它现在替换成布面了 我觉得可能是为了它的一个耐用性也好 或者是质量要有所保证的一些原件 鞋带孔的位置还是做了一个刺绣打造的 这一点很细心的细节我觉得特别好 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其实就没什么太多不同的地方 鞋底的材质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不同 中间的这一个塑胶片呢也变成了这种蟑螂色 但是我个人看起来 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配色或者说设计感 整个鞋型的效果 我觉得可能你会更加接受不到这一个鞋 穿上脚的效果 它只能会更显老 就像真的穿了爷爷的鞋出门的感觉 但是并不妨害这双鞋是一双非常非常好看的 我觉得可以说是工艺品级别的感觉 真的特别的漂亮 我都舍不得上脚 感觉可以一直把玩 那么区别于真正的这种 剑道服的质感 这种棉布的质感 它其实不能说是真的用蓝染棉布去做的 它只是在以前网面植物的基础上去做了这种 像剑道服颗粒般的效果出来 当然也会有落色 只是说材质不太一样 那么落色的效果会因人而异 然后材质不同可能落色的程度也有所差别 这个是大家注意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发售价应该还是199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么有诚意的配置 加了这么多东西在里面 只能说是压缩成本了 售价还是没有变 加量不加价真的特别棒 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有诚意的联名合作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鞋头前面这一块反光的地方 在这里变成了深蓝色的 当然它还是反光的 然后有一点不同的是 这一块本来是银色的皮革 然后在这里也是变成反光的 跟那个材质是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它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 前脸的这个位置 这个小的N字logo的刺绣 选的并不是跟这双鞋一样的颜色 而是选的白色 这样这双鞋终于没有那么猛了 至少远看上去还有一个小小的亮点 那么这大概就是这双鞋整个看上去的观感 以及它跟一些圆年版的一些差别 不是圆年版 就是圆祖配色的差别 其实主要就是跟你们说一下这双鞋什么时候卖 以及这么好的东西 真的一定要拿出来分享 真的特别的棒 时间比较长处 我不是能搭太多的搭配 但是我尝试了几个不同的裤型 看怎么样衬这双鞋最好看 我觉得首先你不要选太浅色的裤子 这样子会衬着这双鞋 颜色更深更加的闷 就是你还没有穿到它足够落色的效果 不同材质之间的层次感 没有很明显的出来 除非你离得特别近来看 像这种距离看呢 你可能会觉得这双鞋真的特别漂亮 但远看别人上脚 你只会觉得就是非常深色的一双 纯色的鞋 没有特别的感觉 当自己穿得开心就好了 不用管别人怎么看 这是一个 就是说不要搭配太浅色的裤子 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 还有没有人记得 我之前去星天地的那家Levis 做了一条remake的牛仔裤 现在就是拿花样的布 我想放在口袋的里面 然后到时候 到时候就可以 通过破洞秤出来 对对对 中间这个 然后屁股就换成这个荷的 字子我在想做哪个位置好 我一般都做屁股 那就做屁股 这边感觉有点空 不然就 就做这边口袋下来一部分 那你做破洞吗 嗯 做 就是那次一下 就让我也是在下面 是是是 那它破洞完之后 里面还补了一个深色的 对 OK 那蛮好看的 就 所以这边的一个活动 大概就是 我需要等一到两周的时间 才能拿到裤子 最终的效果呢 等我拿到了我再pose 出来 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吧 现在终于拿回来了 我觉得给别人添麻烦了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但是他们做的效果真的非常好 我等了也有一个多月吧 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赤子也好 破坏 包括一些补墙的位置 全都是手工去拆了再重新做 真的是非常的有细节 然后这些 屏幕的配色以及它的质感也非常的好 细节都处理得特别恰当 这条裤子我本来以为会非常衬这双鞋 但是其实你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 它实在是 随起效果有点过于浅 然后上脚之后就显得这双鞋非常非常的闷 看不出它的细节层质感 所以我就放弃了这样的搭配 但并不妨碍这个改造之后的裤子非常漂亮 所以还是跟你们分享一下 回报一下这个改造之后的结果 其次我觉得配一些摄像稍微低一点的 低饱和度一点的裤子可能会称这双鞋更加的显眼一点 就是比如说深灰色或黑色的裤子 或者是卡其色 应该也可以 但是具体还是要看你卡其的深度是怎样的 这个没有特别正确的准确答案 没有标准的答案 大家要自己去根据自己身 日常的搭配风格和习惯再去尝试一下 目前我试的OK效果的就是 这种非常肥的工装裤 然后是深卡其灰色的 牛仔裤的话 我觉得要看你的颜色深度是怎样 才能决定搭配这双鞋是否好看 这是目前我在这两天 我才拿到手两天 有去做尝试的一些结论 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更多的一些效果 希望我在日后穿着的过程中 如果有得到一些更多的心得和体会 我再拿出来给你们分享吧 然后身上的衬衣 就是FITMENTAL的这一件衬衣 我之前的节目有介绍过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 记得去看一下 觉得FITMENTAL自己的衣服 衬装鞋还是很好看的 也是非常多不同的材质处理的频配 并且颜色保持很统一 内达的T恤跟帽子呢 希望能起到一个呼应 那裤子呢 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比较低饱和度的这种肥的工装裤 觉得能稍微显得这双鞋 没有那么的老气吧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也希望呢 我的建议呢 能够对你们的选购或所搭配 有一定的帮助 这就是这期节目一些简单的分享 主要是告诉大家 这个鞋的发售日期 以及它特别之处 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 入手到这么一双诚意满满的联名款 那这大概就是 这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 如果还有关注我 就点一下订阅啦 我是ROCK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吧 高收到执手 落泼 点凳 点凳 没有 摄像